我覺得很寂寞,很孤單,很冷 Hi! 我是Mini 今天我想跟大家拍一條Q&A的影片 因為之前在Instagram 大家問了我很多的問題 然後我就在想 如果我拍一條影片出來回答 好像有些互動會比較可愛 所以我就決定了 今天要拍一條回答你們的問題的影片 因為大家都非常給面子 問了很多問題 所以我沒可能一條影片回答 所以我叫了我弟弟很隨意的選一張堆 我這次先回答這裡 如果我這次沒回答你那條問題的話 記住在下一個問題的時候再問 一定會去到我回答你的問題 所以我們不要浪費時間 我們現在真的開始了 怎樣可以跟Mini見面? 其實你想撞到我 我去來去去都是那幾個地方 中環、尖沙咀 最多人的地方 就有可能會撞到我 但如果你不想一條街道撞到我 是想有 purpose 去找我的話 當這個CORONAVIRUS好一點 這個肺炎的問題好一點 大家都可以出街 不需要那麼心驚、膽、怕的時候 就一定會有機會 猜猜我在在說什麼 你會自己偷偷哭嗎? 會 還要是洗澡的時候 很喜歡沖沖一下 然後哭 其實都不是偷偷哭的 通常我哭得出最厲害的時候 都是我自己的時候 所以technically 我不是偷偷哭 我是光明正大地哭 但只不過沒有人看見而已 HIFU 是不是真的可以瘦? 你在哪裡做痛不痛? 很greedy啊 很多問題在同一個問題裡面 好啦,那我先回答 是不是真的可以瘦呢? 在我身上真的有的 我知道有很多人的效果 比我更加 drastic 因為我本身是因為肥 不只是因為臉型的問題 所以不是馬上做完 就馬上斬上去 但其實跟我之前的鼻子也有分別 大家可以看看 這個我現在的唾拉姆 之前沒有那麼腫脹 因為我保持著 每次一可以做的時候 我都可以做 之前我都給大家看過 我的前後 很瘦 雖然我也有瘦了一點 但是 她的臉型 就是這個 叫我 也是 但如果我有些鏡頭 我拍得比較差 看到這個位置 看來也會比較肥 但正常來說 我的臉型 只是看我臉的肉 這個胎膚真的有拉緊 那在哪裡做呢? 我就在 High Society Skin Clinic 有追蹤我的人 你也應該知道 如果你追蹤我 你也不知道 我平時每隔幾個星期 去哪裡做化妝 其實其實我有時候 每個星期都可以去 我會很不開心 很失望 我會覺得你沒有看我的東西 總之 我平時做化妝 做眉毛 做很多不同的治療 我也是在那裡的 至於她痛不痛呢? 我就覺得有少少 看看你做哪一款 那我在我的化妝 這個地方 做了一個Mile 我做的時候 是覺得很舒服 始終她都是一些 無創傷性的 壽眠方法 所以其實 即使她會有些冤 都不是 很痛的 那些 不過我很久以前 有做過強勁的 那些 她的蝦褲就會比較軟 好像牙膠軟 不過每個人的感覺都不一樣 而且我可能大概每一兩個月才做一次 因為她都長得那麼久 所以其實 每一次 即使要彈彈的 我都會接受到 但是 其實我沒有什麼感覺 我有時候會做到睡著 因為她很舒服 那些蝦褲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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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就會 這樣 就昏著了 不過說開就說 如果你記住 你有很多暗瘡爆發的時候 就盡量避免在那時候 做好先 因為之前有人 inbox 我問我 Annie Pro Skin 可以不可以 Annie Pro Skin 不是不行 但是你要等你的暗瘡 不是發炎 那時候 你是真自信 還是 其實你心裡沒有這麼自信 什麼問題 真的嗎 很多時候 有些人會說 你很有自信 等等 其實這些都是你們 對我的感覺 完全不是我 跟你說 Hi 我是一個很有自信的人 Check me out 我不是這樣 因為對於我來說 有自信 你的信心 就是 你不給別人說什麼 你自己做什麼 都好 你知道自己 我接受了自己 是這樣的 你明白我想說什麼 還是說得有點表達力差 但是 如果你說有沒有自信 我一定有 真的有很多地方 我自己都覺得 嗯 為什麼這樣 可以好一點 可能有些日子 心情不太好 當然會對自己的外表 或者自己做事的能力 或者自己的問題 或者介意多一點 那些日子就沒有這麼有自信 多數在哪裡看美劇 和美國綜藝 我多數呢 就是在Netflix那裡 看劇 或者所有reality show 都在Netflix那裡看 還有卡通片 我很喜歡看Family Guys 所以 這麼垃圾 這麼黑暗 的這些卡通 極適合我看 然後我最近看Mindhunter 我覺得都超級超級正 所以 Netflix一定是 還有我也有看Apple TV Plus YES 這兩個呢 都是因為Jake和Brandy 才得到的一個平台 我現在是Obsess 可不可以說多一點 你之前做胸乳腺的療程 OK 接下來我要說的東西 是會有些少許TMI 如果你是不想看到太多女生的部分 就飛去這個位 我是 都不是特別喜歡我的胸型 我不知道她這個 有沒有長期去做 好不可以幫 就是我上面不是很飽滿 所以經常都長期 如果胸如果不戴BRA 看上去就 不太好 但我做完的時候 即時的效果是 是馬上 是馬上 漲了很多 不過我最主要去做的原因 是因為我來M之前 是會很痛 胸是 痛到是 即是我有時是 追車 走快一點點 就應該 沒有啊 好痛啊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我是可以有這樣的問題 可能是我整個人的 因為我的調理都不太好 而且可能我的預先是非常實 我這個療程是在我剛才說過 我平時做化妝的地方 就是HIGH SOCIAL SKIN CLINIC 其實它這個就不是裡面有什麼激素 因為其實可能你很多時候 吃很多激素 令你胸大一點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不太好 即是 It kind of fucks up your hormones 即它這個不是用什麼激素的東西 是用一些精油 對身體不會有影響 不過也不能說它不見 我做的時候 最後四、五天的胸都是perky 但是之後也沒有那麼厲害 我想正常的 都要它很普遍地去做 它才會持續 但我覺得最有意義的 是我上一次來AM 即是我前陣子做的 然後我對上一次來AM 的時候 胸沒有那麼腫痛 之前我可以痛足一個兩個星期 但我對上一次只是幾天 which is 一個 improvement so yeah 我可能下一次做化妝的時候 看看我可不可以安排做胸這個療程 如何擴闊自己的圈子 我的答案將會是非常之差的 因為我平時最擴闊自己的方法 就是去喝酒玩的場合 I know it's so bad 我盡量已經吸少了很多 因為我覺得對身體不好 然後又經常去到這麼晚 然後又經常出去玩 It's not that great 但是這個是我覺得 最擴闊到圈子 認識到最多新朋友的地方 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跟朋友介紹一些朋友 即是我會開放一點 即之前 我可能有時候會害羞一點 覺得他介紹其他朋友來 然後我就說 那我下次再加入 即可能現在有朋友問我 你想不想加入我們 或者我帶朋友來 我通常全部都下跌 即這樣就是認識多些不同的人 以及可以了解到多些不同的人 在想的事情 I'm quite into that 所以我覺得這兩個 都是擴闊圈子的方法 但是第一個 就不是特別推薦了 所以第二個 好像比較實際 很喜歡你正面的能量 可以分享一下嗎? 其實我覺得最重要 可以發放到正能量的兩個因素 就是個人要比較感恩 以及要比較容易悶足 For example 可能我有件很差的事情發生了 譬如我試摸摸脫落 我應該會很不開心 我會覺得 為什麼會發生了 但是在那一件事 我可以看到我身邊的OK人 以及朋友 以及很多現實世界 不認識我的觀眾 都會很關心 很留意 以及很關心 所以我就會覺得 嗯 I'm so lucky 我身邊有很多支持我的人 那這件事 就是我焦點了的地方 還有我也有在想 啊 其實我真的很幸運 我這麼早發現 發現了 做完搜索 我根本沒有經過要盲 如果我要盲了 才知道的話 會變得很悲 其實我這次 是有少許陰莫得福的 我就會有這樣的心理 就是你在整件事裡面 判斷一些比較正面的事情 去留意多些 然後另外一個 我有做的事情 就是我會 journal 我會將一些每天我很開心的事情 以及我值得感恩的事情 我都會寫下 不開心的 我都會的 但是我寫的時候 大概是去 了解一下我自己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感受 instead of 在這裡怨和埋怨 我只要令到我自己 時不時都要想起一些 很值得感恩的東西 去寫下去 I know 這個是有少許聽起來 好像很少學雞 啊 寫日記 但其實我真的發覺 Journaling 真的挺幫助的 就是你會更加 對你現在發生的事情 更加present 還有你會之後 你看回的時候 你會記得 awww that was so cute 這樣 如果真的找不到 一個很喜歡的人 你會不會寧願 單身一輩子 啊 Such a juicy question 我現在這一刻 我當然會說 我忍不住笑 我還不知道為什麼這麼好笑 OK 我認真了 我幾年前的心態 和現在的心態 都已經很不同了 所以我不敢想 我之後幾年 會不會都是這樣想 何況是一輩子的事 所以我都答不到你這個問題 但我覺得我自己都會想想 但是其實要找到一個 你很喜歡的人 其實都挺難的 我自己覺得 Why am I like this 我想說 有時在有些很sad的日子的時候 我會突然想 糟了 我是不是不 capable 去喜歡一個人呢 我是不是沒有能力 不懂得怎麼去喜歡別人 怎麼辦 是不是我有些什麼問題 然後之後呢 我冷靜回的時候 就會覺得 actually I don't really care 所以 whatever 我想要發聲的 始終都會發聲的 那我也有點期待 希望有一天會這樣發生 ya 有機會你選擇多次 會不會入大學 如果當初沒入大學 會有什麼改變 我一定一定一定 一定堅持會再入大學 因為其實我覺得 大學我學到的東西 是很不一樣的 其實我也挺喜歡去學習 幾個人 我覺得我在大學的時候 我認識了一些老師 他們真的很有智慧 而且到現在還會繼續在一起 就是 他們可能有很多 一些方面的知識 你真的可以在他們身上學到 有時候讀書 不是真的 死讀死背 是怕如果你在做一樣 你自己很喜歡 讀一樣 你很喜歡 很有興趣的東西的時候 你會學到很多東西 Why are your followers so amazing 我真的覺得 有時候你那個人 是怎樣就要 attract這些人 為什麼你們這麼像我 You guys are the best 最 amazing 好啦 那我現在就會答 最後一題 你單身的心態是怎樣 PSA0了很久 Hi 我經常都很喜歡 很喜歡拿我A0了這麼久 這件事出來說笑 因為其實 這麼多年都沒有拍拖 It's pretty funny It's a good joke 我覺得我不是一個 Depressed的單身人 我真的有很多朋友 很多事情都在發生著 我都不會說是很不開心 覺得很寂寞 很孤單 我自己是給很多節目 自己做到自己 要做事 會看的 而且很想很想要一個男朋友 我又不知道 我自己都答不到 有些日子會的 有些日子又不會 所以 我的心態都是非常之隨和 好啦 那我這次就先回答大家 那麼多 希望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喜歡的話 就給我一個thumbs up 還有subscribe這個channel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如果你有什麼問題的話 都可以在這個video 在下面留言 我下次都可以有機會 在這裡抽一些 下次再見 bye